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的视频和Poker没有关系 我想要分享一下今年看了的书单 其实今年年初我在我的New Life的频道上 其实发过两期视频 分享了2019年我读了的书单 但是其中有一些没有读完 当时很多人表示很有收获 而且有人当时就下单了几本自己喜欢的类型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遗憾 没有办法让更多人看到这种比较有意义的分享 所以今年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在了更多观众的这个频道上 这次我要分享的是到现在为止 今年读了的12本书 我想应该会分成上下两期 我主要会说一些我读到的感想 和一些对这些书的背景的了解 不会涉及到太多情节上的剧透 这12本书内容还是比较复杂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们 OK 等一下会挨个说到 大部分还是反映世界的类型 就不是虚构的那种 而且我发现每一本书啊 其实都挺好看的 所以这里我不用排名的方式来分享 而是决定用我自己读了的顺序来分享 OK 直接进入主题 我今年读的第一本书是这个 支付战争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家做支付业务的公司 叫做PayPal 这个作者就是PayPal的早期员工 很多人听过或者用过PayPal的业务 但是可能不知道啊 PayPal这个公司早期员工有多牛逼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PayPal的创始人Peter Thiel 是在硅谷非常有名的投资人 后来成为了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 回报几千倍 另外一个早期员工Reed Hoffman 是职业社交平台LinkedIn 领英的创始人 另外YouTube的三个联合创始人 也都是PayPal的早期员工 还有很多硅谷很有名的公司 比如说Yelp Flickr等等 还有今天最著名的特斯拉 SpaceX的创始人Elon Musk 他曾经也是做过PayPal的董事长和CEO 所以看到这些名字 我们就知道PayPal这个公司 到底有多牛逼了 这本书讲了从公司创立 制定方向 人员调整 遇到竞争对手 各种的挑战 然后合并 再改变方向 再重新制定策略 然后还有和一倍之间 长期的合作和竞争之间的 这种关系和状态 给我们描绘出来 一个比较完整的 硅谷科技公司的 早期创业发展的过程 一直说到公司上市 如果你对刚才我提到的 这种各个公司创始人感兴趣 也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里面会有不少内容 是关于他们的 今天的第二本书 叫做《局外人》 这本书的作者 是法国作家家命 我看这本书之前 其实没有太多的期待 包括看完之后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感想 但是每次一提到这本书 我就会有一种隐约的胸口 稍微堵着一口气的感觉 这大概其实也就是 这本书的厉害之处 或者说 值得著名的地方 这本书刚开篇 第一句话就是 妈妈今天死了 也许是昨天 我还真不知道 这种客观到可怕 非常冷漠的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 就是整本小说的感情基调 一般小说的主角 都是那种爱憎分明 让读者特别有代入感 甚至能同仇敌忾的感觉 但是这本书的主角 从最开始就是一个 几乎没有感情 表现出来的就是完全的麻木 甚至对于自己的生死 都毫不在意 好像自己随时都能把自己 从这个肉体里面抽离出来 然后默默地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 看待自己发生的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虽然这么冷漠 但是读者在看的时候 还是能从作者的文字里面 感受出这种冷漠 传达出来的力量 特别是主角一方面 对什么事都不在乎 而同时能有很多想法和观察 而且是冲击所谓的普世价值 人们日常的逻辑和主张 这种冲击感很讽刺也很深刻 其实他的书名 局外人已经透过很多 主角在书里就是任何事情的局外人 包括自己命运的局外人 他就是隐隐地看着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本 每个人看了都会喜欢 但是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的书 第三本 房思琦的初恋乐园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本书 作者是台湾女作家林一涵 在书出版不久之后 她就自杀了 当时只有26岁 这本书引起轰动 是因为这是一个真实事件 作者从小就被她的老师性侵 她把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公布出来 然后选择自杀 更重要的是 这本书确实反映了 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 和这本书里讲的相同的相似的故事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和限制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遭遇 正义也没有被伸张 我在去年的书档里 分享过另外一本书 叫做《黑箱日本之耻》 也是记录一个 日本的女性被性侵的故事 这个故事后来还被英国的BBC 拍成了纪录片 作者本人也就是故事的受害者 自己还主演了这个纪录片 在那本书里面就提到了 根据统计在日本 每100万人里面有10起性侵案件 而在英国同样是100万人里面 有510起 那么问题就是 同样作为发达国家 为什么英国比日本能多50多倍 这个数据会不会让你感觉很惊讶 实际情况是 并不是英国的男人 比日本的男人更禽兽 而是日本的女人 在被性侵了之后 绝大部分会选择不说出来 默默地忍受 当作没发声 这一方面肯定跟日本的文化有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 也是跟日本的司法体制有关系 就是说他们知道 如果自己去发声了 也大概率得不到伸张 因为日本对于这件事 他们的判断准则跟英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 房思奇这本书 除了内容的主线 看着让人很难受 更特别的是在于他的写作手法 有很多有经验或者老一代的作家 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个叙事风格 有一点特别异想天开 甚至可以用奇怪来形容 但是我认为这本书好看 除了他故事本身揪心之外 有很大原因就是他这些古怪精灵的修辞手法 有很多句子第一次读起来有点别扭 但是仔细一想想又觉得很恰当很可爱 还有一些很简单的话都可以让人深思 比如说现在我摘抄几句话 他说 忍耐不是美德 把忍耐当成美德 是这个伪善的世界 维持它扭曲秩序的方式 生气才是美德 他还在写自己小时候被性侵了之后 写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 是不会说出去的 因为太脏了 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 但是在这里 自尊心会缝起他的嘴 还有这一段比较长 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影响非常深 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 对妈妈说 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性教育 然后妈妈诧异地看着他 回答说 什么性教育 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的 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思琪一时间明白了 在这个故事当中 父母将永远缺席 他们旷课了 却自以为还没开学 这些话在这本书里面 知道了整个过程之后 再回去看 每一句都特别的扎心 我觉得这本书 介绍到这里就够了 女生看这本书 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痛 男生看的话 当然也会痛 但是更多可能是去设想 而不是感同身受 就像书里说的 原来人对他人的痛 都是毫无想象力的 第四本 世界秩序 从这本书开始 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 更多的都是历史文化 跟世界相关的事了 这本书我曾经在 我的New Life的频道里面提过 作者是70年代的 美国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而且基辛格到现在 在美国甚至国际政坛 都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这本书是2015年出版的 写的是基辛格 站在2014年的时间点上 分析世界的格局 和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的 理解还有判断 这本书写了很多章 分别来讲 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的问题 第一章是讲欧洲历史 特别是把1648年 在欧洲制定的 威斯特法利亚合约 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公约的框架之下 读者就更好理解 在近几百年来 各个国家做事的原则 标准 包括动机 之后他又讲了中东 比如说伊朗 讲了亚洲 中国 也讲了美国 还有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我认为是很好看的 但是我不会推荐给所有人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对世界历史 特别是欧洲历史 没有兴趣的人 或者对世界的这部分 知识储备很少的话 这种主题的书啊 直接看这本 会非常非常吃力 根本读不下去 事实上2015年 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 就买了 当时强行的 读了一百来页 因为我们都知道 说历史里面 肯定会有大篇幅的 都是战争 而欧洲的战争里面 有大量的穿插了宗教的问题 所以当时这些我都不懂 真的没有看懂 今年我重新开始看 非常惊讶的就是 我对之前读的一百来页 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真的就是看完就忘 完全不经过大脑 现在回想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有任何一个框架 并不知道这些点 所以看完东西以后 也不知道放在哪儿 于是就只能忘了 而经过过去这五年 我对世界的理解和知识 也都有变化 重新看的时候 就多了很多那种 啊哈的时候 这种时候就是 OK 这段我大概知道 哦原来这段和这段历史 是有联系的 它们是这个目的 原来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 是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我知道了 如果开始看一个 新的类型的书啊 最好是连着读很多本 相同的这个话题的书 这样知识 它们能够交叉 能够重复 它会帮助我们理解 帮助加深印象 然后构建起来 这个理解的框架 在知道了这个框架之后啊 你再读到新的东西 可以塞进不同的地方 于是就是填充细节 填充理解 而如果没有这个框架的话 就没办法知道 这些东西到底属于哪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 主要价值 是帮我构建了这个框架 第五本 是这个君主论 这本书很有意思 里面说的话 如果放到今天 可能很多都是 政治不正确的主张 其实这本书 在当年也是被禁过很长时间 我之所以读这本书 也是因为读完了 世界秩序之后 不自觉的就想 更多的去了解欧洲历史 而很多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 都会引用到这本 君主论这本书 所以无论是认同还是批评 我觉得都是要看一下的 作者是一个 15到16世纪的意大利人 马基亚维利 开篇作者就写 大多数情况下 一个人想要获得君主的宠爱 会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献给君主 比如说盔甲 宝剑 良居 而我最宝贵的 就是我的知识 所以我把这本书献给你 这本书的作者 通过学习历史 学习政治 自己归纳总结 然后又分析出来 不同类型的国家 如何用不同的方式 治理国家 怎么样招募军队 什么情况下使用雇佣兵 如何制定法律 如何战争 如何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包括君主要有哪些美德 注意哪些事情 要重用什么样的人 非常非常的详细 有一点像我们学过的 诸葛亮的那个初诗表 但是呢 比初诗表详细的很多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分类 显然就是一个新上任的君主 应该看的一个工作手册 而我读的这个版本啊 比较有意思 它是拿破仑有批注的版本 我随便翻译 这里可以看到 这部分 是原著 这边 是拿破仑的批注 每一页几乎都有 就是1815年啊 有人在拿破仑的车上 发现了这本书 然后他打开之后 发现拿破仑在旁边 密密麻麻的批注了很多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拿破仑对于这本书 有些观点是非常同意的 然后他就会标注一些 像什么 太棒了 马加维利 真是天才 然后有时候呢 他就看到不同意的 就会写 全是废话 然后就有一些感悟 他也会写 我需要用到这个建议 我需要在什么时候 用怎么样的东西 所以有人说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就像拿破仑在你旁边 发弹幕的感觉 这本书都特别之处 或者说有争议的地方在于 它不掩饰很多 我们现在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观点 比如说什么时候 要利用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事 牺牲谁 达成什么目的等等 就有一点腹黑 倒不是说我们需要借鉴 学习他的这些观点 但是了解一下 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本书 在历史上还是挺有地位的 所以后面很多书 都会举例这本书的内容 或者说他同意不同意 都会说跟马加维利相同 或者说是他的继承人 或者说跟他想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 这本书的话 就有些书 你就很难理解 他们到底是在说什么了 第六本 叫做《日瓦格医生》 这本书的作者 是苏联作家帕斯基尔纳克 这本书长期被苏联列为是禁书 但是在欧洲 还有美国特别的流行 在1958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因为当时苏联的官方反对 这个作者就没有去领奖 原因很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美苏在冷战 这本长篇小说 大量的描写了 在一战前后 还有一战之后 苏联内战的百姓的生活 因为描写的场景过于萧条 凄凉了 所以在冷战时期 被欧美阵营的国家疯狂地吹捧 当然这本书确实很好读 但是显然也有政治原因 甚至有人说 作者是收了美国的钱 故意写了这本书来抹黑苏联的 当然这些内容我也没有办法考证 我其实也不关心 这种阴谋论的说法 或者说间谍的东西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就是罗生门 苏联作家都特别擅长描写自然环境 通过环境塑造氛围 然后其实这本书很长 而且很多地方都很枯燥 但是确实能感受到 想象到书中的人的样子 他们生活的环境 故事就是讲在一战之前 一个小孩慢慢成长的过程 后来到了一战爆发 参与战斗 后来变成了医生 和他的家人还有情人 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故事 我对这本书感兴趣 是因为想知道 那个年代的苏联生活是什么样的 包括我之前也看过 《巨人的陨落》那个系列 对这个时代的背景的故事很感兴趣 但是建议大家 读苏联小说一定要有耐心 苏联的这种名著 都不是那种情节一上来 就特别抓人 让你不忍心放手 相反的 它是给你一种 非常没有耐心读下去的感觉 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之下 每隔几分钟你就会想看手机 或者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找你 如果你没有办法单独留出时间 静心地来读这本书的话 那么很可能你读着读着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还不如不开始 因为这种书的类型 都是越到后面才越精彩 甚至可能到最后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才好看起来 所以如果你坚持不到最后 那前面的时间也就不要浪费了 这本书是有电影版的 情节和原著上稍微有出入 但是如果你想感受一下 又不想看这么厚的书 还是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电影 OK 书单的上半部分 今天这六本书就分享到这 下期我会分享另外的六本书 这里做一个预告 就是这六本 稍微说一下 这个1453还有海洋帝国 是英国作家非常有名的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之中的两本 这个《皇帝原舞曲》 主要是讲18、19世纪 欧洲帝国之间的事 还有那些帝王宰相之间 这本 《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 这本书是比尔盖茨推荐的 就是比尔盖茨跟我说 肉泥啊 这本书好看 你要看哦 确实不错 还有这本 突然混进来的一本书 叫做《炒股的智慧》 最后还有 我昨晚刚刚看完的 《柏林蝶影》 这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间谍小说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等着看下一期吧 如果您有一些看过的 想推荐的书 也欢迎在评论里面留言 下期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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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